今天的人气话题来关心 新冠疫情烧了超过三年 很多人的生活形态也有所改变 尤其像是运动习惯又恶化的走向 台湾健康运动联盟发现 在疫情前国内不运动的人口 好不容易下降到了剩下15% 结果去年又增加了变成18% 而如果没有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恐怕会让疾病比例增加 影响到经济生产力 会加重健保负担 出现新一波国安危机 把脚抬起来再踩下去 民众把握周末早上 到健身房来骑飞轮 而其实疫情影响之下 国内不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 在疫情前国内不运动的人口 大约占15% 但疫情之后就提升到18% 推测是健身场所暂停营业 加上人流总量管制 导致民众的运动习惯中断 规律运动人口上不去 下不来是不运动人口的比例 下不来 靠政策跟靠宣传 好像已经面临瓶颈 台湾健康联盟指出 根据体育署调查 2021年有规律运动习惯 比例最低的足齿是30到60岁 其中男性45到49岁 还有女性40到44岁 都属于国家经济生产主力 如果没养成运动习惯 10年到20年后恐怕会成为长照负担 60几岁以后退休以后 他们成为被长照 或是成为慢性病的根本来源 职场里面要数位健康职场 随时随地运动 不运动你增加三高的机会变高 代谢疾病增加很多 在门诊就增加至少3到5% 那癌症病人最近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病人不敢去检查 所以也暴增 不运动导致疾病增加 除了影响经济生产力 也会加重健保负担 成为另类的国安危机 这是陈天颖 甘儿地 特别报道